所以现在呢 全球的股市好像被这个军事开始被绑架 有没有可能说 现在呢会不会在演上一次川经会之前 这样的一个套路你怎么看 好先回答你刚刚讲两个问题 一个为什么军事消息越来越多 还记得一句话吗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 政经也不分 对啊也就是说你政治力量 要达到这个足以影响国际力量 你一定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你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你怎么可能有国际的影响力呢 所以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刚刚讲说今天亚洲股市在跌什么 无风无雨 可能未来风雨欲来三满楼 这个风满楼 这个三雨欲来风满楼 所以说也就是说 这个未来有可能会爆发大的冲突 或是说呢 爆发一些我们预料不知道的事情 那当然这个股票市场就可能有预感 就会先下跌 那至于说 我们怎么来看这一次中美的事情 跟这个北韩的事情来对比 我觉得刚刚大家可以比得非常好 就那这一次的中美的博弈 会不会是北韩的翻版呢 也就是说 川普先把对中国大陆的声量 拉到最高之后呢 一下子逼中国大陆回到谈判桌上面 然后大家在最终达成协议 可不可能 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个黑道要谈判之前 枪一定要放到桌上 现在感觉中美之间像这个大哥在谈判 枪都已经放在桌上 对 这个黑道谈判要冰斗嘛 对不对 要翻桌嘛 是 那个翻桌只是为了吓对方 而不是真的要把对方给搞死 所以在北韩这件事情上 你可以看到美国所用的方式 川普所用的方式就是说 把这个恐吓的力道 威胁的力道拉到最大 然后呢 逼使北韩呢 屈服 然后呢 谈判 那会不会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美之间 我个人认为不会 不会 因为我认为 中国大陆跟北韩呢 基本上它并不是在一个同样的天平上面 美国看待中国问题 也不是把中国看待跟北韩一样同样的天平 本质上完全不同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这个Thomas Freeman够有名的 对不对 地球是平的作者 是 他最近呢 写了一篇专文 那纽约时报的中文版登的这篇专文呢 这个标题叫什么 美国该如何赢得跟中国之战 所以也就是说 中国之战 现在已经变成是美国 首要任务 要去思考的件事情 就是如果中国跟美国必定要一战的话 那美国要怎么去赢他 这个是这个纽约时报的专文 它其中用了几个照片 第一个照片是这个杭州 这个大陆老百姓用阿里巴巴这种快速结账 用这种科技结账的方式 告诉大家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已经不是无下阿盟了 第二个呢 用这个2017年 习近平跟川普会面的这个画面 告诉大家什么 中国大陆现在跟美国已经是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 换言之中国大陆已经不是最好 不是老二 现在他已经变老大 所以这一篇文章里面 Thomas Freeman取了三个 为什么中美要有一战 而且他也建议了说 美国该怎么样打赢这一战 第一个呢 他说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 现在已经平起平坐了 没错 大家已经是等量齐观了 不管军事 政治经济各方面 中国大陆都已经崛起了 第二个呢 中国大陆科技实力大幅上升 他举个例子 他说呢 五年前 中国大陆够说是全球大科技公司的 只有两家 对 当时美国有九家 是 现在呢 中国大陆说够实力的科技公司 已经到九家了 是 美国是十一家 他举例像 对啊 像什么 蚂蚁金服啦 腾讯啦 阿里巴巴啦 百度啦 他就举例说 中国大陆这些大科技公司的崛起 另外他第三个讲说 中国大陆现在能工智慧的发展 直逼美国 他说这三个让美国非常的紧张 对 但是呢 他说要怎么样赢得这一战 他举了三个 他说美国最主要三个价值 这是中国大陆没有的 要美国要维系这三个价值 用这个方式去赢得这个战争 而不是实体的真枪实战 不是真的打起来 对 他说第一个是移民 美国传统的这种移民价值 第二个呢 是盟友 可是移民价值 川普目前好像不太认同 对啊 所以说 Thomas Freeman 其实这篇文章是在打脸川普 就是给川普下一点指导期 对啊 然后第三个是美国的价值观 这也是中国大陆没有 他说中国大陆是 几乎是没有盟友的国家 你说北韩 基本上就是以前过去中国大陆的盟友 现在也被美国破掉了 就被美国拉过来这边了 对 那移民呢 这件事情是美国过去传统的 一个很重要国力发展 那他说这三个 其实正被川普在摧毁之中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美国人的观点 西方社会的观点 怎么看 中美进入到所谓的世纪之争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重点呢 告诉大家什么呢 美国已经是全面把中国大陆 当成首要敌人了 就像我们想到之前讲到 这个休息底的陷阱一样 一个崛起的大国 一定会这个影响到现存的大国 就中国崛起已经影响到 美国的这个现存的地位 所以未来可能真的会有一战 就是说股票市场在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说真的会战争 而是这个军事的冲突的消息出来 就会影响股市 所以股市目前是被绑架的 股市就会先受这个消息面的影响 或是说被这种变数 这个框架住了 那另外美国国家战略顾问 这个白宫的战略顾问 波顿也讲说 21世纪中国大陆是首要的问题 就把中国大陆层次拉到最高了 那美国国防智库 兰德 他也讲说中美军事冲突上升 风险上升 台海其实是关键 所以你看台北股市最近波动比较大 讲大之中台湾变成是夹心饼干了 过去20年 中美的军事摩擦 曾经有过三次记录 而且都跟台湾 跟台海跟南海有关 所以说南海跟台海是两个非常主要的 而且敏感的地方 对 可能的火药库跟中美军事对抗 跟冲突升高的地方 第一个大家很想记得吧 96台海危机 其实当时发生在1995年7月份 中国大陆就试射东风飞弹 15型的导弹 射了6枚 那当时股市就稍微跌了一点 因为基本上已经是波段的相对低点了 所以对台北股市 并没有造成恐慌性的沙盘 当然政府那时候也采取了非常多的 这个维系股市的制度 那之后在隔年总统大选的3月 他再射了飞弹 那次飞弹打到基隆外海跟高雄外海 然后这两次 美国总共派出了三艘航空母舰 其实第一次派了尼米兹号来 第二次派了尼米兹不够 再派独立号 两艘航空母舰来维系台海 所以在总统大选过后 你可以看到4月份台股就大涨了 之后一路涨到弯点 所以换言之这一次的台海危机 反而是开股的 买点了 对有时候这个军事冲突真的没有爆发的话 反而这种冲突所造成的股市低点 你可以视为是一个买点 事后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 好那第三次的军事的差点冲突 这个是真的冲突了 2001年 2001年的时候 4月 应该是4月1号 你可以看到当时 这个台股出现了一波非常大的跌势 这波跌势跌到341处底 那当然从2000年就网路泡沫就已经下来了 对 那时候也有这个政党轮替的问题 那这一次的事件 有可能是使得股市再多跌一段的主要原因 就是南海发生了中国大陆的歼8 跟美国的EP3E侦察机相撞的事情 因为当时美国的EP3E侦察机 据说是飞到中国大陆的经济海域里面去 然后这个歼8 这个由王维所驾驶的这架战斗机 就要去把它逼开 就没有想到两架飞机就相撞了 那这架飞机坠毁 然后美国的EP3E降落到海南岛上去 后来当然就归还了人机了 那一次事件造成的台股跌幅是比较大 所以也就是说 综合我们刚刚讲的这三次事件 大K 是不是跟台海有关系 是不是跟南海有关系 是不是都夹杂到台湾的问题在里面 除了我们刚讲 大使馆被轰炸那次以外 那回过头来看 这一次跟台湾也有关系 对啊 所以为什么这次台股跌幅 就是我刚 我记得上个礼拜在你的节目有讲过 台股这次下跌 有它所谓的外部因素 也有所谓的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 当然我们讲的就是类似这些事情 那短线上面台股怎么看呢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美股的走势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美国四大指数 第一个道琼 在上周五拉出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 大概2%左右 守住了年线 不好是周线 对 但是不好的是什么 周KD下弯 然后就是周线连三黑 但是它基本上虽然跌4% 但是它留了一个下影线 守住年线 所以我建议大家怎么观察 这个年线会不会 是一个实质支撑的地方 如果这个年线又被跌破 甚至跌破 这个下影线被跌破 甚至年线也跌破的话 那可能就要更保守 另外纳薩克指数也是一样 也留下影线 也是破了年线之后留下影线 同样也观察这个大概2.5%的一个空间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观察两个板块 一个是标普 一个是废半 这是一个所谓美股四大板块里面 我认为最主要要观察的强弱势的指标 那最强的应该是标普 你可以看到标普虽然连三黑下来 但是它跌破年线下影线守住 那这个下影线同样的 能不能是实质有效的一个防卫区 也是关键了 所以你可以优先观察标普 年线的位置 这个2736点的位置 会不会真的在这个礼拜又被跌破 那当然这个盘式我们就要非常保守 那弱势指标呢 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讯息 大家心里还是要有一个 风险意识 对 你可以看到 废半它不是用下影线跌破 它是实质用跳空 用黑黑的方式跌破这个黏线 而且它是一个深度跌破黏线 所以看起来这个地方 它是要持续下弯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礼拜的台积电 的法说会就特别值得注意了 因为台积电这个 从10月2号到现在 外资已经卖超过10万张 所以台积电代表整个半导体 那废半又是整个半导体 最主要的指标 那代表什么呢 如果说整个半导体走落 台积电走落的话 那台股的后市 其实是要相对稍微比较保守一点 不过短线上面我认为 大家不用太过悲观 先把9700点到9800点 这个上个礼拜四跟礼拜五的低点 视为低档的防卫区 也就类似这个下影线的位置 那如果说这个低档防卫区 再被跌破 那你再对盘式 这个悲观也还来得及 所以现在我们先用 这个区间的方式来试之 也就是说我们期待 全球股市在留下这个 尤其美股留下这个下影线之后呢 这边能变成是实质的支撑 来请教一下 彬彬哥 以筹码面来看 其实台北股市 这一波的下跌 筹码说真的 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定的 比如说这一波 大盘的下跌 融资已经砍了 连续7天砍了 多少 这个2304亿 融资余额创下这个 好像一年多来的新低 其实融券也开始在减 所以资券同减 所以代表筹码已经开始有点安定 因为赏户开始没有那么躁动 那另外我们从台子级来看 台子级今天 虽然外资的这个进多单 它过去来讲有四五万口 最近掉的比较快 不过呢 今天逆市 外资连续两天 现货卖超 可是进多单是增加的 其实现货不同掉 对不对 可是进多单这边增加 大家其实解释 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其实大家看到 这边的逆加差 这么的大 164点 那现在收链到41点 可是大家记得今天加多少口而已 159口 逆加差不见了 它的加码口数就变小了 逆加差扩大的时候 它就加码口数就多了 它在做什么 套利吗 在做套利 价差的套利交易 所以它不是要做波段的低档大买 而是在做短线的套利而已 对 它在做短线的价差套利 它并不是在做认为这边是一个相对的底部道 而且要去做一个多单的行情 大家记住 这礼拜三就要结算了 台子期结算了 台子期就要结算了 它可能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布局操作而已 所以并不要因为这连续两天的进多单大幅度的加码 就觉得什么 好像行情该反转了 千万不要去妄想 2月6号的行情可能呈现了 那兵律哥我们看一下 过去台北股市 很明显你看10500点 其实每次下来基本上就是一个买点 可是现在正式跌破之后 我们说支撑跌破变压力 所以现在往下移 我们如果拉1万点当做一个中心轴的话 好像目前会不会在所谓的上下500点 比如说10500点到9500点之间 就有个大幅度震荡 还是有人觉得跌下来之后 现行破坏之后 未来还在往下跌 你怎么看 如果就这边的话 短时间来讲 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区间震荡的格局 但是上方的压力可能会稍微比较重一点 因为这边来讲这个缺口 可能连回补的难度都会相对的大的 大概10300点左右 对 这边的压力可能都会相对的比较大的 所以你觉得这一波的压力会在10300点 对 大致上在这个附近的压力会比较重 那下面的支撑呢 下面的支撑 其实我们就短时间先不要太过去做预测 因为最主要关键还是在刚才木华哥所讲的 大概10月12号的低点的这个位置 因为如果跌破了 我们真的会不知道底部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 9740这个位置 他还没有被多次的测试过 对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目前观察的最主要关键位置 对 那你说短时间 也就是在这大概一两周之内 会不会再继续跌呢 其实我们来看我的头影片的部分 其实可以看到短时间会大跌吗 其实也不会 看标题感觉还蛮还稍微松口气 大跌还会再来吗 暂时不会 我们第一个接下来要持续观察指标 他能不能继续走强 将会是慢慢的让台股维持在这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冰哥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看贵买要先继续涨 对 继续涨 对 继续涨 那第二个 为什么说不会再继续往下跌呢 其实看到反而抽码这一边 其实刚才有特别解释到 这两天的多单都是增加的情形 在做价差的交易 对 那这个部分也让整个行情没有去变成翻空 因为这个价差出现了 进多单进来了 给市场上一些信心出现 没有去呈现翻空的状态 因为他最低的时候是多少 10月9号是6248 6000多口而已 大家其实非常担心什么 10月11号那天出来什么 整个是翻成负的 就变成净空单的状态 如果净空单的情形 那可能今天的盘局就不会是横盘的走势 而是直接往下去说下去了 那第二个我讲的要点就是 我们来看散户筹码 因为散户筹码也这几天下来 其实大幅度的多单是削减的 散户都被停损出场 对 全部被停损出场 那我们就一个正常的交易逻辑 只要消息没有太大干扰的情况 现在整个市场上 外资在做价差交易 没有持续的偏空做布局了 那再加上散户 散户也比较冷静 散户也不是冷静 散户是因为被嘎出场 还没进场 所以这边来讲说 我们为什么说暂时不会大跌的 主要原因就在这边 让我们来看到下一页 就是因为其实在市场上 我听到很多的投资朋友在问我说 他会不会像2月6号那一次 因为这一次的跌的惊吓度 很像今年2月份的股灾 对 大家想说会不会比照办 来个V转 来个V转 但是我讲其实很困难 很困难 为什么很困难 第一个 2月6号那天 大家在下沙的时候 其实发生什么事了 大家突然下沙全部下来 大家一阵多头的梦突然惊醒 大家变成什么 非常的恐慌 开始把自己所有的部位 全部抛出去 变成什么 恐慌指数大幅度的飙升 一度来到30 对 整个来到最高的 所以这是收盘的情况 30 30的这样的交易 你看同期10月11号的这样的情形 收盘的位置大概多少 就上礼拜是大跌的时候 对 大跌25点 对 其实没有到那么高的守卫 显示出那天还比较恐慌 这天跌的比较低 反而没有那天恐慌 对 其实想个相比 因为那时候2月我们要过年 过年想说有红包黄金 就没了 对 就很恐慌 而且你自己想想看 这边的位阶相对比较低 对 位阶比较低 但是FIX没有比较高 这相对来讲就不太 就奇怪 就上次杀的比较干净 杀的干净 这次没有 这是可能还有一些在这边 做一些震荡 所以你要V转 难度就高 那这次呢 直接灌破了年线之后 甚至没有线 下面没有线 对 下面甚至连最近的支撑都在 7月4号的这样的位置 2017年7月4号 这是一年前的一个支撑位 对 这个支撑位其实说真的 它有支撑吗 我们也不敢做一个强硬的保证 所以大家近期还是看什么 这个所谓10月12号的低点 9740 对9740的这个部分 所以彼彼彼说要V转呢 几率很低 但是要大跌也不太容易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那接下来只要看这三个条件 如果大家要开始决定要进场布局多单的时候 你立了三个条件 如果发生的话才可以偏多 对 我给大家投资朋友一些建议 就是让大家可以很明确的去看到 大家可能忘了上次冰冰哥 你记得吗 对 冰冰哥在这个应该是这一天吧 在前一天 你直接说开盘开地的话 就可以追空 然后跌破季线的时候 没有回来就直接下去了 就一路到这边了 对 那现在你觉得一定要符合这条件 我们再来做一个偏多的状况 第一个 当然就是我们常看的恐慌指数 就是期货交易所的恐慌指数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 去看这个指数降到20之下 20以下 上礼拜四的数字 上礼拜是22 上礼拜22 今天又23 又再往上升了 显示出恐慌情绪还没有下降 所以你说真的要做多 还有一段距离 再等一下 那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条件 第二条件 就当然 台积电 指标股 一定要什么 开始去回补这个缺口 就是去突破这个10月12号的高点 慢慢的开始往上走上去 这样我们才认为整个行情有回到主流股 因为目前开始反弹是什么 我刚才讲是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毕竟来讲只是一个 他之前跌深的反弹 延续性如果不足的话 有可能行情就会中止 但是台积电要开始转强的时候 指数就会快速的带回到正向的格局 所以台积电一定要站上10月12号的高点之上 而且要开始回补缺口 开始慢慢的回补缺口的时候 这是第二条件 第三个条件 就是刚才讲的贵买指数 因为贵买指数最近好不容易开始转强了 这个多头其实一定要延续下去 如果没有延续的话就怎样 这个行情又还持续向下做探底了 对 那最后这三个条件达成之下 当然还是要回到 就是我们希望消息面的川普 不要有太多突发性的利空出来 要不然真的10月12号台指的那个低点的位置 要请投资朋友好好的看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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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